情况的话就打电话我们会告诉你那个相对应的那个公司所在需的一个电话 那个劳动保障警察大队他们会去查的 2月18日重庆一则上班一个月道歉公司五毛钱的帖子 应关注发帖网友晒出的工资表显示 岗位工资及津贴合计3875元 印扣款项包括缺卡320元 罚款630元 直到2450元及社保475.5元总计3875.5元 该网友称目前已准备重彩 对此重庆人社局工作人员回应称 当事人可以打电话反馈情况 会提供公司所在区劳动保障大队联系方式 联系他们去调查